都已經出手了 現在民進黨還在耍賴 我們來看一下 大陸對ECFA已經出手了 但是呢 耍賴就算了 還兼抹紅啊 我們先來看一下 現在目前呢 中國大陸把台灣 禁止 大陸進口的這件 2500多項的產品 認定為貿易壁壘 所以呢 首先第一波 12項石化產品取消ECFA 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衝擊呢 對於石化產品 因為這都國營企業 這都是大公司 所以對於一般民眾呢 中小企業可能 目前還沒有感覺 但是對於台塑對中油 這已經是很大的衝擊了 如果大陸呢 持續取消擴大ECFA的關稅減讓 會衝擊國內的就業穩定 這是吳東亮告訴大家的 再來呢 陳俱進農業部的代理部長 他說目前茶葉 香蕉火龍果 紅龍果都持續在外銷大陸 不知道大陸下一步是什麼 農業部已經模擬各種情境 下一步會不會裁置18項的農產呢 畢竟新疆葡萄可以賣到全世界 也是不能賣到台灣 為什麼呢 這就是剛說到的貓易壁壘的其中一項 再來呢 機械紡織會不會成為目標呢 這個就嚴重了 包含昨天蔡政委員蔡委員也說了 因為這個就跟 一般民眾 老百姓很有關係了 機械紡織大多是中小企業 如果取消ECFA的關稅優惠呢 相關產業會不堪一擊 後座利比取消12項 還要嚴重 現在呢 候選人又開始開支票啦 比如說賴清德 大家就問到啦 那ECFA的部分呢 他每次都告訴大家 我是維持現狀的真和平 小編很給力 給他一個紅手印 不是啦 打臉 怎麼說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ETtoday 民調雲這個民調 當選總統可能讓兩岸 經貿惡化的候選人 你自己看看第一名 超過一半以上的 支持度的 百分之五十點六 應該說認為啦 如果賴清德當選 可能會讓兩岸 經貿惡化 大 百分之五十點六的民眾認為 就是賴清德 他還敢自己說 他是維持現狀的真和平 再來 侯友宜說 如果主張跟對岸交流 就是中共同路人 那去過大陸的賴清德 是不是台灣的敵人 好像都不在外面 都變成在裡面找 每次選舉都要分化對立 都要 抹黑 抹紅 因為民進黨沒招了嘛 只能把你貼成中共同路人 不過呢 這標籤貼久了 也會被大家發現 又來了 除了抗中牌 沒了嗎 好 明年 1月1號開始 剛說到的 中止ECFA 石化的這個第一波 明年1月1號開始 那專家預估 石化產業 至少要多繳 163億的稅 100多億的稅喔 未來如果波及其他產業 真的會影響 真的會影響百萬就業人口 大陸明年元旦期 中止ECFA 12項石化產品 又會關稅 包括乙烯 丙烯等基本原料 受到衝擊 幾乎石化產業全面受到波及 受影響的產品包括 乙烯製成的毛衣 紡織 塑膠罐 而綠乙烯做成的皮包 玩偶等 另外皮鞋 球鞋 平板顯示器 都會受到影響 根據石化工業統計 以去年出口平均稅率計算 ECFA部分中止將來恐怕 要多繳台幣163億元的稅金 但經濟部說 今年受影響的產品 約18億美元 影響不大 這真是把人家洗不掉了 經濟部講風涼話 它不是這個行業的 你看相關的行業的話 它一年要多繳一百六十幾的稅 這個很痛嘛 怎麼不痛呢 那大口宣布 ECFA非掉 我們的官員想到的是政治利益 傳統石化產業受衝擊 進階影響就業人口 被賴清德視為國師的 財經專家謝金河 說傳產人口可往科技 電子業轉型 但探開台灣就業人口 約1152萬人中 傳產人口超過408萬 佔近四成 IC產業人口才82萬 佔不到7% 藍尾怒轟 你蔡政府是要百姓轉型 轉去哪 民進黨的側翼國師 都可以胡說八道 你知不知道石化業是工業之母 石化業跟IT產業 它本來就是隔行如隔山 更何況有一些可能面臨到 中年失業 中年轉業的問題 民進黨的政府官員 民進黨的民大 他們關在辦公室裡面 吃香喝辣 他們當然不會去管 這些產業員工的死活 有誰有像你們那個新潮流 這麼厲害嗎 搞政治變成搞產業 然後搞標案嗎 覺得這些嘴臉 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惡心 IC產業 高科技產業 複雜價價值很高 就賺比較多錢 可是他騙的人工不多啊 他騙的人工只有7% 現在是石化業 再過來工具機業 這些都是勞力秘笈 招侃的ECFA石化項目 有平板顯示器原料 最大競爭對手就是日本韓國 但台灣沒加入RCEP 這回ECFA雙邊經貿受阻 恐重創台灣經濟 多邊貿易組織全部都沒有辦法進去 鳳梨啊 世家也沒有辦法進入中國大陸市場 結果呢 今年鳳梨輸往日本 慘不忍睹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加入多邊組織 大陸中指石化項目的關稅優惠 恐怕只是第一步 執政者嘴上說影響不大 就怕經濟產業受重創後 基層蒙受的損失和政府說的差很大 記者張宥辭 王志恒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剛說到貼標籤很多人都被抹紅 變成中共同路人 尤其是亮哥說賴清德的品性 有卑劣之處 因為影射夏立妍是中共同路人 怎麼說呢 他說夏立妍到大陸之後 大陸才提前公佈貿易壁壘的調查 還影射說柯文哲簽訂藍白和六點協議 是有中共的外力影響 第一次在總統證件發表會 看到有人直接指控對手背後都是中國 這就是賴清德 你就可以看到了嘛 他們到現在呢 要政見沒政見啦 要你說明呢 也是在那邊推來推去的 只有呢 把大家貼標籤 你們都是中共同路人 你們都是聽中共的 都聽中國的 現在民進黨用的就是這一招嗎 除了這一招沒了嗎 那前立委郭正亮倒是認為 有關於ECFA 為什麼第一項呢 主要就是要針對實話 因為這個非常有針對性 他說大陸就是要告訴你 他們是玩真的 就算你去告WTO也是穩殊無疑 因為他12月15號是公布整個調查報告 那確定2509項是違反這個公平貿易的原則嘛 可是他並沒有說明各項的制裁措施 所以這個是第一波 那今天是21號嘛 他是公布12項石化葉的上油原料 我們當然要進一步觀察啦 我們當然要進一步觀察啦 就是說他大概意思就是說 我是完真的 我不是只搞一個這個 籠統的一個2509項說 你違反規定 然後就沒有後續了 跟你講喔 你真的狀告WTO 你是穩殊無疑啦 WTO是不會有 針對兩岸做特別照顧的啦 你就是要比照其他國家嘛 那你這個2509項 中國大陸事實上 其他國家他都可以出口 那再來呢 賴清德環島拼圖 今天到高雄 全力的要來衝選票嘛 但是呢 現在黨內的光電弊案 也在南部發酵喔 在野黨就質疑賴清德的態度是模糊不清 是不是在幫龐大的政黨利益 打掩護呢 甚至新黨的主席吳承典也批評說 蔡政府打出2025非核加選 根本就是失效 根本是騙選票 回防南台灣高雄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喊立委巴西全雷打 但南部民怨沸騰 從台南88槍擊案 到雲爆能源與綠營的複雜關係 在野黨質疑 背後龐大的利益糾葛 與賴清德脫離不了干系 88槍擊案 跟南部的村地重電有沒有關 發生在賴清德先生他的家鄉 請問他有講什麼話嗎 雲爆案 不是一個董事長一個獨董 辭職就可以交代的 所以開了這麼一配件 是為了民進黨回去要積錢 要積錢 88槍擊案 這個影響是為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核主光電 虧現 零核主都他的管理 率領黨團一字排開 新黨主席吳晨典 怒批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2025非核家園就是在騙選票 民進黨兩個最重要的神主牌 一個是台獨 一個是廢核 這兩張神主牌的現在都失靈 都沒有用 翻開過網數據 蔡政府高含非核能源 但台灣供電主要燃煤比例 依舊佔最高 立委候選人展櫃美痛批政府 選擇用最昂貴的綠電追趕用電需求 完全沒做好能源轉型政策 高價的方式去買綠能等等這些 相關的所謂的發電的能源 它的虧損高達4000多億 說因為惡物戰爭導致物價上漲 一筆帶過這麼幾千億的這種負債 能源轉型政策淪為地方黑金溫床 但台灣恐怕面臨缺電問題 賴清德始終打模糊仗 在不是缺電以及餘電不夠 文字遊戲之間來回跳針 見網易潮在軍與台北採訪報導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異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知識公司 知識公司 PG 國際遞在新山中 推薦 不依照 。 心 水